近日大疆动作频出 发布完DGFBV没多久又高调宣布进入智能车产业 4月16日的大疆车载即将上线 而我们当然知道无人机数到底还是老本行 这部前几天又发布消息将于4月15日晚上9点 一切就绪只待出发 只不过这次跟网上一样 产品已经被广大网友提前发布了 我是亚飞 今天就带你提前看看最新的Mavic Air 2S 首先我们看到视频里出现的是唱飞版 据悉单机版售价为999欧元 直接换到人民币是7780块 唱飞版为1309欧元 1万人民币出头 但国内售价应该会比较便宜 注意到包装盒上的Mavic Air 2S 全系标配ADSB Automatic Dependent Surveillance Broadcast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 说白了就是一个可以自动发送 和接收周边相关飞行器位置的装置 以前Mavic Air 2的时候貌似只有北美地区配配 现在是标配了 以后飞的时候就更贴心了呢 打开包装我们可以看到 印有大将logo的单肩便携包 一个配件包 以及说明书系列 打开便携包 拿出重量为595克的Air 2S 螺旋桨 充电器 以及与上一代Air 2相同的遥控器 这一代无风状态下 可以以19.4千米每小时 连续飞行最高飞行时间为31分钟 首次搭载1英寸的CMOS 等效像素为2000万 最高可拍摄5.4K 30P的视频 详细视频参数我直接打在屏幕上了 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 是唱飞版里面的配件包 可以看到一套ND滤镜 4 8 16 32 4个档位 苹果和安卓的转接线 一条USB-C数据线 6对讲页 可以注意到Air 2S配备了顶部臂杖 也许为了更好的适应室内飞行 后方以及下方均有臂杖 但MOS缺少了侧方位臂杖 遥控器外观上就跟Air 2没有任何区别了 折叠可拆卸时摇杆 极大减强储存空间 由于Air 2S还没有官宣 目前还看不到相关选项 理论图传最大距离在FCC标准下为12公里 最后D加Mavic Air 2S唱飞版包含如下的物品 我是亚飞 欢迎观看此次的云开箱 以上所有素材均由搜索获得 喜欢的话请订阅我哦 等真机到手了再给大家做详细评测